請各位自己再練習看一看 加減乘除 還有其他的運算值 這些都還蠻常用到 假如我們加號好了 如果我今天底下希望Printer的結果 不要只是出現一個8 而是前面也許加上一個敘述 然後再加一個 一般習慣是怎樣 前面是一個文字 雙引號 你用單引號算號都可以 我習慣用雙引號 然後我們假設前面有個敘述 比如說我現在加總結果 你可以加總 或者加總冒號 不用打那麼長 然後如果你要串接的話 請你在兩個資料中間加一個加號 就是串接 那如果假設是計算 兩個都是數字 那就是運算 可是如果假設兩個都是文字的話 那就把兩個東西串在一起 那如果 我希望得到結果的話 可是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 就是如果你是不同型態 前面這個型態是文字 後面這個型態呢 是數字 那兩個不同型態 如果你要把它串一起 你會發現它不允許 因為它規則裡面 除非說呢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假設我們想說 加總冒號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8 如果我把它執行的話 理論上 當然 不過我跟各位講 如果這個方式 寫在VBA裡面 它是可以過的 因為VBA它會比較 應該叫什麼 比較有人情味嗎 他會自己幫你轉型 但是Java跟Python 跟C它不會轉型 OK 所以不同語言 不同特性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結果怎麼樣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底下它會有一些錯誤訊息 所以以後你要看得懂 這個上面的錯誤訊息 你會發現執行 執行之後呢 它沒有結果 那它會有個敘述出現 所以將來也是 你們要慢慢習慣的 它這個錯誤訊息 會怎麼敘述 它會跟你講說 你執行完之後的錯誤在哪裡 它並且這邊會有個XX給你 然後這邊會跟你講說 你第幾行 在這個module裡面 有出錯 有沒有 它會跟你講第四行 第四行在這裡 所以它跟你講錯在這裡 那錯在這裡的哪裡 它底下要跟你進一步詳細說明 關鍵字來了 反正你在那個L EROR 這個L錯誤訊息前面 就是你的錯誤訊息 叫type type type 中文意思是形態 形態就資料形態 那其實也很明顯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 形態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前面是文字的形態 後面是數字形態 兩個不相符啦 那它怎麼解決 它說 如果你要把兩個串一起的話 那它還給你提示 那個STR 就是你要把兩個字串串一起 所以意思是它還跟你講說 你要把那個 哇這句話怪怪的 NOT INT 它這個NOT INT 指的應該是這個東西 這個是INT 它說不能夠是INT 必須要把它tool string 所以意思是說 請你把ANS轉型成為文字就可以 可是問題要怎麼轉型 跟各位講 轉型的話很簡單 請你在變數外面包一個轉型的函數 如果你要把數字轉換成文字的話 關鍵字來了 就STR 所以外面包一個STR 前刮符就可以了 然後再加一個後刮 把它縮小一下 Ctrl 減 OK 然後後面的話包一個後刮符 那這個意思 就是說呢 我幫它把原來的那個8對不對 經過這個STR轉型之後的話 它會變成這樣的8 那它這個是一個文字8 跟前面的文字串在一起 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假設形態 如果沒轉 OK 不行 OK 所以我們把它轉型之後再串接 所以 如果你要把它輸出前面還有一些文字的話 沒那麼簡單 你一定要先轉型 再串加總冒號 可以執行看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 就會剛剛好符合我們的預期 OK 不過啦 順便講一下 如果假設這個敘述前面 你說 老師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在加總冒號 這個後面加雙引號 然後8的後面加雙引號 這樣感覺好像比較有點像敘述 不是只有一個8 而是我希望用雙引號幫我把它夾起來 OK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如果我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在這邊加一個雙引號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欸 雙引號 它已經用來做 什麼 字串的開頭跟結尾 那可是你要輸出的那個雙引號 它是一個字 可是問題那個字已經被用到了 所以 如果假設 當我們直覺好像感覺 裡面加一個雙引號就OK 可是因為充碼了 這個被用了 你這樣用 它一執行會出現什麼狀況 有沒有 理論上在加總冒號這邊加一個嘛 假設我前面加一個雙引號執行 它會出現這個錯誤 欸 它沒有結尾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雙引號已經被用掉了 所以以後如果有一些 有一些文字有沒有 已經被拿來當成是城市的一個部分的時候 那個字就等於是保留字 那如果你要保留字的話 將來如果你要輸出剛好就是那個保留字的字元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其實這個順便講一下 第二的單元其實也有提到 第二單元底下 應該在底下的第三頁的地方就有 拖曳資源 也就是有一些字哦 比如說剛好被用掉了 拿來當成城市的一部分 像雙引號 單引號 有沒有 還有像什麼 像一些換行啦 等等的 像雙引號如果說你要輸出的話 那可能要稍微記下規則 就是你變成說你要在這個 你要輸出的雙引號前面再加一個反斜線 也就是輸出多一個東西 就是反斜線雙引號 這樣他就可以做一個區隔 哦我知道了 你這個是你要輸出字 不是你要拿來當這個字串的符號 哦 他懂了 他就懂了 所以資金輸出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就會多一個雙引號出現 那尾巴的雙引號怎麼加呢 尾巴雙引號也是一樣 你就在 這個字串 這個把它放縮小一點 不然這個程式 OK Ctrl- 然後後面的話 再串一個 串一個 串一個 後面的雙引號的話 怎麼做 反正你要先前後串引號 然後裡面放一個反斜線雙引號 那這個就是你要輸出的那個雙引號 OK 所以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後面的結果 這個後面的結果 就會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前後雙引號 當然同樣的到底 你也可以改成單引號 或者其他 所以未來 假如說有一些符號 已經被用掉了 那你可能就用 拖曳資源的方式來做 那這個地方 請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剛剛 大概有 這個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加上加總冒號 如果你要串接用加號 那轉型之後輸出 OK 另外的話如果要前後 雙引號加上去的話 那記得用拖曳資源 就是在這邊加一個這個 反斜線雙引號 那在輸出尾巴的地方 也是一樣 反斜線雙引號 OK 試試看